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的黑料 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李文和这些明星 学员们掀起了一场风暴 让中国好声音露出了真面目 声名狼藉 面对这种情况 8月20日 浙江广电集团对这次 中国好声音风波做出了回应 浙江广电集团表示 将以负责任的态度进一步调查 核实李文和学员们爆出的问题 然而 对于浙江广电集团的这个回应 网友们并不买账 由网友直言 尊重大家 就请停播 让中国好声音消失 还有细心的网友表示 连个公章都没有 好没诚意 毫无疑问 中国好声音已经引发了众目 接下来 中国好声音和它背后的灿心制作 浙江卫视会如何应对这场风波 逼者不得而知 逼者可知的是 最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的导师们有麻烦了 目前 中国好声音2023正在持续播出 这一季导师分别为周华健 潘伟博 薛之谦 刘宪华 在中国好声音2023开播出期 对于他们四人担任导师 网友们也没多说什么 一来是因为大家不知道中国好声音的黑幕会如此之多 二是因为现在的中国好声音早已不如往昔 关注度越来越低 近几年的冠军很多网友都不知道是谁 但是随着此次中国好声音的黑料大曝光 四位导师无可避免地被风波波及 在很多网友看来 四位导师知道中国好声音的物错手段 但是因为金钱 他们妥协了 但也有网友表示 最新一季中国好声音才播出不久 也许四位导师还没见识到中国好声音的手段 希望网友们不要过早下定论 我们暂且不论四位导师是不是与中国好声音妥协了 如今随着中国好声音口碑坍塌 他们估计后悔接了这个节目 毕竟 对于艺人而言 自身的口碑也非常重要 这关系到他们后续能否在行业能继续好好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个节目眼上 由网友爆出作为导师之一的周化健 退出中国好声音了 对于周化健 网友们太熟悉了 他是四位导师中资历最深 该位最高的歌手 他演唱的朋友刀剑如梦难念的金等歌曲 深受歌迷的喜爱 一开始 对于周化健担任中国好声音导师 很多网友非常期待他能给观众带来惊喜 但随着中国好声音黑料大爆发 很多网友直呼周化健糊涂 直言他不该烫这汤浑水 也因此 网友们很关注中国好声音陷入风波之后 周化健的反应和动态 这不 还真有网友发现了不寻常的地方 8月19日晚 有网友发文称在某视频平台 最新一季的中国好声音的导师列表里 已经没有了周化健的信息 于是该网友推测周化健已经退出了中国好声音的录制 很快 周化健退出中国好声音的消息甚嚣尘上 对于此 很多网友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为周化健感到高兴 觉得他此刻及时止损很明智 而查询中国好声音过往信息可知 在中国好声音的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过导师中途退出的情况 比如纳英和廖昌永就曾中途退出了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对该消息存疑 毕竟已经签订合同 而退出需要赔钱 最终随着舆论的发酵 8月20日 有媒体联系了周化健的经纪人求证事情的真实性 周化健的经纪人直言 没有要退出哦 那个是有人剖图的网络谣言啦 该经纪人还表示 周化健将继续担任导师 继续完成最新一季中国好声音的录制 对于周化健经纪人的回应 有网友表示理解 毕竟录制合同已经签订 不是想退出就能退出 要有契约精神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周化健 没有廖昌永那样的魄力 直言周化健晚节不保 洽烂钱 截至笔者发稿 对于这些争议 周化健方面没有进一步做出回应 作为一名旁观者 周化健有没有后悔参加中国好声音 笔者不得而知 笔者可知的是 这一次 不管是节目的四大导师还是学员 没有一个是赢家 原因很简单 中国好声音的信誉 口碑已经崩盘 谁还会相信这档节目的比赛结果 和导师的评价呢 然而相关人员一直沉默 对外界的争议不做 除去一则不被认可的声明外 再不做任何回应 与本周五开播的中国好声音如期播出 节目组甚至在官微中不断刷视频 似乎在冲淡争议 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引起的是更大的争议 经过两天的发酵 该节目的赞助商 节目组创始人全部起底 要说没影响 那也不太可能 就在今天 又发现好声音的导师名单中 没有了周化健 原本的四位导师名字还在 而周化健的相关明星图标却不见了 当初节目官宣的时候 四个人可是整整齐齐的 而且从排位来看 作为资历最老的他 和薛之谦并列站在中间位置 其实在节目开播之初 这几位导师就被质疑了一个遍 作为有资历有实力的周化健 来参与这档节目 网友们从一开始就持怀疑态度 想不明白他为何要来滩浑水 甚至喜爱他的一些歌迷 也害怕他会晚节不保 而在节目开播后 网友们发现周化健这位老大哥 其实并不是节目组的主推对象 虽说他实力过硬 但是在人气上 他输给了薛之谦 节目组不止一次地 以薛之谦为噱头作为主宣传 所以 这次假如周化健真的退出的话 那也算是众望所归 因为李文视频中已经说过 导师在签下合约之初 是不完全知道规则的 只有录制过程中才会知道 所以 这些年有不少导师会中途退赛 李文当年就是作为廖昌勇的替补导师参加的 而事实上 有一些导师参加过一次 明确了这其中的规则之后 基本就不会再参加了 比如刘德华作为见证人参与过一次以后 再次邀请他的时候 他就婉拒了 他曾在鲁裕的采访中说自己好好当个歌手就好了 还没有到导师的那个层面 这也让人悟到了刘德华的人间清醒 用自己的实力不允许来拒绝 似乎再合适不过了 无独有我 当年张惠妹参加过之后 对于他喜爱的学员 他会私下告诉他 不是你唱得不好 是我们不能转 没有办法转 陈奕迅也在参加过节目之后说自己做不到 但是导演会在他和娜英的麦里面告诉他们按下去 其实经历过的导师心里都是知晓的 可能有的人因为合约完成了整期节目 有的中途就退出了 说到底还是良心使然 只是不知道 这位置真的空出来 谁还愿意在这个时候顶上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娱乐明星 敬请关注哦